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 听众,大家好,我是尹柯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Wolf Media的平台相见 最近其实中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个交警,那个罚款不够 现在过路的行人闯红灯都要罚款 这个杭州的一些小巷子 原来从来不贴罚单的都要罚款 这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其实中共今年2020年的年终奖 可能发觉都有问题 对于支付宝,对于蚂蚁集团 对于那个阿里巴巴的处罚 也跟这个可能多少有一些关系 那么原来我杭州 这个税务系统的朋友也告诉我 就最近对于一些企业 甚至是一些国有企业效益好的企业 对税务上的一些处罚也是蛮重的 其实现在就是整一个政府机关 现在的这个财政状况都不是太好 那么这些都不是我想聊的内容 那么我呢其实是想唤醒一些 这个普通民众的 这个普通教师的一个心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初中 高中和小学被曝光 学生的营养 学生的餐啊 这个质量太差 真的是质量差了一塌糊涂 一些小学生啊 就是在小学生 这个全托的小学生啊 他的这个菜啊 实在是让人无法忍受 就是一点榨菜 一个荷包蛋 几片那个青菜 然后一点米饭 学生的那个 学生的那个 小学生的 住校小学生的中餐 按照有一些省份是九块多 我看一下是九块多 九块五一天 有些地方是七块五一天 八块五一天 虽然说现在物价长得很厉害 鸡蛋也就 鸡蛋都要一块五一个 鸡蛋都要一块 一块钱一个 一块五一个 但是呢 你真的就是在对待 这个下一代 对待孩子的问题上 我其实是建议啊 就是有些那个 学校的后勤管理人员 可以稍微克制一点 现在物价是长得很 厉害的 但是总要给孩子的 都说的是营养餐 总要像 总要像 像那么的回事 就是 是不是就是 学校后勤 有的是承包出去的 那么承包的这个 承包者是不是 今年可以少赚点钱 明年再来 是不是学校可以 承包款 是不是可以退一部分 是吧 否则呢 因为 这个就是 2020学年 2020学年是到 今年的6月30号 是吧 到7月 有的是到7月30号 7月31 6月30号 或者7月30号 才结束 就是 还有大半年时间 因为那个 今天才1月 今天才1月15号嘛 是吧 还有这个大半年时间 那么 是不是啊 各个地方啊 都能够这个 变通一下 都能够 转变一下 因为否则啊 这是学生的父母 你让学生的父母 如何心安 是吧 小学现在是一塌糊涂 初中也一塌糊涂 高中更是一塌糊涂 微信也好 抖音也好 朋友圈也罢 越来 甚至逼占 越来越多的 这个学校的 这个 供应给学生的 这个中餐啊 出现大量的问题 而且也不允许 学生到外面去吃 也不允许 学生走读 那么在这样的 一种情况下 在这种 就是垄断的 学校垄断的情况下 是不是学生啊 是不是就是管后勤的 这些领导啊 可以去变通一下 其实我不是要夸我母亲 我母亲 在高校工作三十多年 我 我多大 她 我 我是出生在高中的 她管了那个学校的后勤 也管了很多年 在她的那个时候啊 就是 在她管理 那个圣州市第一中学的时候 学生真的是没有出现过 这个 罢课 也没有出现过 这个罢 这个 就是不是罢课 叫罢食 就是罢餐 这种情况 我记得2007年到2008年 经济也是非常差 那个时候 老妈还在学校里管 管的这个后勤 母亲的 我母亲的一个做法是 就是自己啊 自己派教职员工啊 下去采购蔬菜 这样呢 蔬菜的成本就低了 这个百分之 好像是百分之 二三十 直接下去采购啊 猪肉 直接下去就是采购啊 一些这个跟一些鱼塘联系啊 直接采购这个鱼塘里的鱼啊 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是吧 今年确实不容易 2020年这个武汉疫情啊 确实不容易 2020学年也是不容易啊 学校里可能也很多钱都发不下去 但是 不管再怎么贪婪 不管再怎么污秽啊 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大灾大难之前啊 就是有些人能不能稍微啊 手啊 松一松啊 就少捞点 我当然我人为言轻啊 我不能指责太多 我也不能说太多 但是我是蛮希望啊 有一些那个就是手上有一点权力的人 特别是在小学初中高中啊 在分管学校后勤的人 是不是能够克制一下 是吧 因为你也有子女 是吧 万一你的子女 因为你 你是高中老师 你的子女初中小学 你难道也让他去吃这种东西吗 是吧 你是小学老师 你难道也让你的孩子 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去吃那个东西吗 是吧 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感动啊 我去读读那个大学的时候 我母亲啊 经常给我炖 炖母亲的红烧肉 让我带到学校里 然后呢 就是 肉冻着 可以放在这个 那个 两台 就不会那么热 肉也不会坏掉 其实现在想想 真的是很感动 其实 我倒也不是说 想多 表达什么 只是觉得 在这样一个时候啊 有一句话叫 共课时间 能够管理学校后勤的这些 这些 教师也好 教职员工也好 是不是能够 就松松手 好吧 好 我是尹克 我希望每个观众都可以订阅 我服务店给平台点赞 再见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